大家好,今天就跟大家交一个作业,也就是这盆君子兰小标浮盆之后在根部浅埋了这种磨肥 经过了十来天的时间,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否有没有起到效果,有没有长出新根 当时使用这种磨肥浅埋到根部的时候呢,就有花友评论 这样很容易使这个根式出现腐烂的现象 现在就把根部的土壤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根式有没有出现烂根 看上去长势非常好,而且这里已经长出了新根,白白嫩嫩的这些都是新根来的 这边也有,才给它使用了十来天的时间,这个新根的撑撑帽,效果非常好 像这种颗粒的就是磨肥,我们要继续把它埋回去 现在已经长出了新根,证明恢复了吸收功能 我们给它使用的养分呢,就是使用了这种磨肥,促使它快速的长出新根 我们就可以给它使用一些以大凝甲肥为主的 像这种兰科专用营养液,它是一种微生物有机肥,肥力温和不伤根 使用呢,就是七到十天使用一次,一比一千的比例,直接给它浇灌 那么给它施完肥之后,接下来就是一定要注意好光照 只要给它散色光照,注意还有比较通风的环境 这样才有利于君子兰小苗快速的生长 所以当我们的君子兰浮盆之后呢,就给它使用这种磨肥 就有利于促使它快速的长出新根 因为这种磨肥有一个最好的特点,也就是当脊柱需要养分的时候 它就会释放养分,当脊柱不需要养分了 就会控制好,就不会引起肥伤肥害 好了,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